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你买不到 幸福你也买不到 关掉那些繁星的 需要自己用心去创造 把不相关的摔掉 这些熟悉的旋律 熟悉的片段 三小只的欢声笑语陪伴我们整整一个多月 度过了整个金秋 想到这内心不免还有些小激动 而随着玩截篇的临近还有些淡淡的忧伤 哎 怎么还没来呀 不行 我要编一个魔法 让他们快一点过来 你这不千禧吗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啊 你们忘了我们的约定吗 哦 这里好多吃的啊 你需要让我们来请我们吃东西对吧 你们是忘了那年西湖河畔的我们的约定吗 我们约定要在这里一起回顾台湾邮寄 让我思考一下 走得再远过了再久也不能忘记出发时的约定 为了这个约定爱奇自治团队特意奔赴重庆 给三小只来了一场脑洞大开的TFbuys偶像手机毕业考 第一道题 王俊凯给王源买的内裤是什么颜色的 你当然是红色了 为什么 我都忘了 真的忘了 请问你买一条丢一条 没有 他那个内裤我真的真的忘了 我不知道丢哪去了 我后来回来又买了很多条 到底你给我买的内裤什么颜色 王俊凯在第一次变魔术失败后 心里想的是 A 我是最帅的 不对 不对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 易烊清洗从海里 出来后打了一个嗝 意味着 A 海水很好喝 B 海水有点咸 C 海水没喝够 D 海水喝多了 我觉得 相比于爱玩爱闹的三小只 想必这些答案不少粉丝一定烂熟于心 但我们这可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首当偶像全记录综艺节目 要都是常规思维下的正确答案 那可就弱爆了 想知道三小只给出的真正的正确答案 本周六大结局 我们不见不散咯 爱奇娱乐北京报道 爱奇娱乐北京 爱奇娱乐北京